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珍 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挺想家的 好像有可能差不多大半个月都没有回我们山江去了 今天也非常想念我们家乡的早餐就是油茶 喝油茶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茶叶 这是我大伯娘自己做的 她跟我拿了一袋 然后这个是我做的那个彩色米 我们今天早上准备煮一个我们家乡那边的油茶来喝一下 就需要这个茶叶和这个米了 现在准备做 这个彩色米是之前四月初八的时候我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蒸熟的糯米 然后晒干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要用油来把它炸一下 这个就是我大伯娘 他自己炒的这个 叫做什么茶 六号茶嘛 拿来做的煮茶汤 等一下就要泡这个米一起吃的 他炒这个炒的好香哦 香香的 好想念这一口 今天早上煮一下 这个是刚刚倒在锅里面的油 再炸一点花生米 花生米需要小火慢慢的炒 锅里面的油烧烫了 现在把这个米放到里面去炸一下 要煮茶汤了 加几颗米 放到这个三茶油里面把它炒香 要把它炒出金黄金黄的 现在把我们的茶叶抓一把 放里面这个是不需要洗的 这个以前是炒好加工好的 把茶叶炒香 茶叶的香味出来了 倒入我们的三泉水 现在大火把它煮开 加入我们的米粿 这个是用糯米粉做的 把这个米花跟米粿搅拌均匀 哇 废气腾腾了 茶汤也煮好了 好香的茶汤啊 盘里面来两勺这个炒米跟米粿 再来一点花生米 然后又加上我们的茶汤 加上我们的茶汤 就可以开饭了 这个茶汤就少了一点葱花 这段时间我们还没有葱花 不然会更香 再炒两个小菜 这个树很水苗 树炒了个南瓜苗 今天早上我们的船车是吃树的了 我们要吃饭了 我们要吃饭了 你看月月今天早上的两个网 还有吃米粿 还有喝粥 还有喝粥 今天早上我们熬了一点粥 老爸老妈 我们先喝粥先 我就先来一碗我们家乡的这个油茶 我们这个家乡的油茶 一般都是由贵客来用来招待贵客的 我们那边有个说法的是茶三九四 喝这个茶必须要喝三碗 如果来贵客客人茶要喝三碗酒要喝四碗 喝一点 喝的 喝三碗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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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等下去村里面玩了 太太还没起床 太太又睡懒觉了 那很单的咯 太太甜了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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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我的菜也没吃到 不咯 谢谢大家